主啊 虽然天气很冷 但我们的心却是否热 要来到祢的面前 主啊 来仰望祢 来亲近祢 今天早上祢再次来向我们说话 这座希腊文的原文 再次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祢的心意 祢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要我们一同翻到圣经一幅所书 第五章 第五章 十八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解解圣经 第五章十八节 好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来要被圣灵充满 那关于圣灵充满的教导 在我们中国教会 很多不同的看法 也产生不同的正义 那一般传统 或者是父亲派的教会 对圣灵充满的定义 比较是什么 以阶段的经文 做解释 发现圣灵充满是官府什么的 从上下我们看到 是官府道德性的 看到吗 这个 能够口唱心和在美主 能够彼此顺服 存敬畏基督的心 那么的确 我们发现这个字 在原文的解释 我们可以翻到 今天发给你们的讲义 那我上次介绍大家用一本书 叫Linguistic Key to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它英文呢 是两个文件的 整个的新约 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 那些有中文的翻译 中文的翻译图书馆有 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上礼拜去那边找 不晓得谁check out 这个也找不到记录 不晓得 失踪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们要报告 请把图书要归还了过期的话 那中文版是一本 那这本书我strongly recommend 或者你们买中文的 或者买英文的 中文的翻译 中文翻译 我要查查看 但是你到图书馆一打这个字 Linguistic Key 那个中文本会出来 那么当然假如你能够习惯看英文的话 当然英文比中文翻译会准确一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假如你有In the Linear Bible 你一定就马上查到 这个圣灵充满这个字 在原文是Perocephic Perocephic 那Perocephic这个字 将来我们就会学到 它是一个被动语态的智慧 你看到这个字 你这样你就知道 就是一个被动语态 那其实它整个字的分析 它是Present 现在被动的命令语态 Imperative Present Passive Imperative 所以第一 要我们看到 圣灵充满 完全是圣灵的主动 我们是完全被动 那被动 特别在节礼 这个字要表达是 被掌管的意思 你看到吗 The idea of the word is 什么 Control 是被圣灵什么 来管制 而不是说 被圣灵充满 就倒在地上 叫啊 哭啊 发热发抖 节奏一定叫圣灵充满 其实在节礼所表达的 圣灵充满 这个字的原文 这个字的字根是Perole 你看到在这个字的旁边 它不是把这个Perole 这个字标出来吗 这个Perole 就是这个字的Original Form 那假如你把 这个Perole的Original Form 跟死的形状 第二章第四节 也讲到是被圣灵充满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参考 我们另外一份讲义 我把它列出来 在我们上礼拜所发的 讲义的第三个page 的后面 你看到这个table吗 你发现右边这个table 对了 这份 不算title page 属第三页的后面 第三个指头 第三张指头的后面 有这个table 对了 这个table 看到吗 你看到右边的column 以赴手术五章十八节 我就标列了 它那个原来的字根 看到吗 我们一同来读这个字 Pe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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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发现 左边这个column呢 有另外一个字 我们中文圣经也是 直到被圣灵充满 那么 它希腊文的原来的字根 是另外一个字 看到吗 它的读法是 Pe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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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发现 原来以赴手术五章十八节所描写的这种被圣灵的掌管 好象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 好象我们能够口唱心和赞美主 能够彼此顺服 能够爱惜光阴 这种的圣灵充满 在圣经原文里面用的 这个字是Peroe的充满 那的确 关于安斥性的彰显 特别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四章 第九章 这种安斥能力的彰显 能够讲方言 方党讲论神的道 甚至病得医治 你发现在原文 用另外一个圣灵充满的字根 是Peroe 所以我们就发现 原来福音派跟灵恩 根本不需要争论 福音派所强调的是Peroe的充满 关乎生命道德上面的 但是灵恩方面的 他们所强调的那种 安斥能力的充满 其实是另外一种的充满 是Peroe的充满 其实圣经里面两种充满 都有教导 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所以不需要在那边辩论说 圣灵充满一定就是这种道德性的充满 不是一定 因为在原文里面 其实是用两个不同的字 表达两种不同的经历 两种的 manifestation 所以 这样的一些研究呢 我们需要到原文里面 去了解 就发现 哦 根本不需要增 就是一个Coin的两面 好 您讲这个左边加面那边讲这个 分次能力彰显这个字 对 能力性 比如说第五章十八节讲到这个字 你发现 它是Present Passive Imperative 这个字 是一个现在被动语态 这个 被动的命的语态 其实这个也是表达一个continuous 你要不断地被圣灵来掌管 但这种的不断性呢 甚至比Primi这种安持能力的 那个 持续性 可以说 更需要持续 不断地 往往是表达一个state 所以到了 《使徒行传》 讲到 这些执事 需要被圣灵充满 甚至用一个形容词的描写 Full of Spirit 满有圣灵 是表达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 是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不断地满有圣灵 活出圣灵的果子 但是 《使徒行传》所描写的第二章 第四章 这个Primi的充满呢 就是 常常是Occasionally Moment by moment 不断地在这种侍奉 讨战 工作的需要前面呢 需要祷告 被圣灵充满 是不是这个侍奉性 有的时候是一次性的这种能力 这个充满 有的时候是 也是比较长久的 你的恩赐的侍奉性能力也有 可能 他需要被充满 可能一段时间 好 然后 又需要继续地被充满 但那个Duration 就是不一定 但 需要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所以发现在《使徒行传》 第二章他们被圣灵充满 那第四章 又描写他们被圣灵充满 就是说 只让我们整个的生命 特别我们的思想 言语 行为 整个都被圣灵管制 controlled 这种 右边这个 是perol 你看到我刚才写那个词 跟perol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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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roll 比较是长久一点的 more permanent that's a good term 所以你发现 在这里说 是指到 the idea of the world is control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is the one who should continually control and dominate the life of the believer the life of the believer 而且the present intensive cause for a habitual and continuing action 看到吧 是一个比较habitual的 是一种习惯性 长久性的被圣灵来管制你的生命 能够行在圣灵里面 所以 这个 present passive imperative 第一 表达是一个我们被圣灵掌管 被圣灵来掌控 不是 我的老我在掌控着我 来自圣灵来掌控 然后第二 表达出来是一个continuous 不断地 被这个 累住的圣灵 来带领我们 来引导我们 来控制我们 好 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 payroll的充满 跟prepame的充满 所以我们学了原文 才知道 哦 原来有两种的充满 一个是payroll的 父音派常常讲的 就是 道德性的是payroll的 那灵恩派所讲的 其实是 直到prepame的充满 两种都需要 好 那我们再翻到我们的课本 首先 我想确定 是否每一个同学 现在每一个字母的读音 都没问题了 第二 写法有没有问题 知道怎么写了吧 alpha beta 那个笔顺都知道了 在书里面 也有这个笔顺 我看是在哪一页 有这个笔顺 在page 30 页 30 页 但这个笔顺 不是很完整 我看看 在我们的讲义的 第二个page 这个比较清楚 这个比较清楚 讲你的笔顺 不是很掌握的话 参考这一份 好 alphabet 每一个都会读了 确定 每一个的读音 都掌握到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作业 我们看一下page 21 一到五都做完了 好 我来看看 同名 你帮我们翻第一题 看看 第一题 你帮我们读 希腊文 怎么读 试一下 Good How Good Very good Philos Good Astin 两个音 Astin Astin very good God is a friend 神是朋友 很好 好 海音第二题 帮我们读一下 Good Astin Astin 那我们要注意这个 这个字 我不知道你们课本听不清楚 它是有七号 所以是没有七号是Astin 有七号呢 别来 Hastin Hastin 就是one 是one的意思 God is one 神是唯一 JON 神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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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唯一DOD 你请问 好 光珊帮我读第三题 h redemption feel good 两个音 sophia 家伟音三个音 sophia good good 翻译 God sophia 很多女生都叫sophia 智慧 真的有智慧不晓得 sophia 好 张博士帮我们读第四题 who be us but sit but sit loose but sit loose but sit loose 就是king 神是王 but sit loose 好 我们就第五题 我们就请Dr. Wu帮我们读 对 God is spirit Numa Numa 那个P的音很短 那个口型 N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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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holds the oath very good God is spirit God is 他 那个 is 他 implicit 隐藏了 good 好 所以 16课 作业 应该没问题 是最简单的一课作业 好 然后我们 我们需要回到14课 因为上礼拜讲这个中音符号讲得很快 我想还是要补充说明一下 18页 那么我们讲这个中音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concept 就是把一个字呢 分成不同的音节 分成尾音节 中文是 ultima 英文ultima 然后次音节 前音节 paneu 然后说前音节 paneu antipan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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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前的意思 antipaneu antipaneu 就是前的意思 那我们 希腊字 假如 它有三个音节 那 在最后面这个呢 叫唯音节 然后唯音节 前面的 叫做次音节 这个呢 就叫前音节 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因为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 阳音符号 你记得吗 阳音符号 是这样的 记得吗 阳音符号呢 基本上呢 无论你这个希腊字有几个音节 阳音符号 只能够放在 这三个音节 就是 唯音节 次音节 跟前音节 其中的一个 你不能放到太前面 只能够放在他们三个后面 举个例子 是 Mathetis Mathetis 达到这个 这个是什么 在什么音节 唯音节 那 Prophe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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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在这里 Prophetis 这个是什么音节 次音节 前面 次音节 然后 Apostolo A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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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这个是在哪里 前音节 那这个 这个阳音符号不能打到这边来了 maximum 只有打到前音节 一二三 第三个位置 一的其中 其中 三个位置其中的一个 阳音节 有这样一个定规 对 对 哈 就没有名字了 都不叫它了 因为 基本上 阳音节都不会打在这个之前 所以 只会打在 唯音节 次音节 跟前音节 假如一个字在场的话 解释就没有命名了 因为很少用到 中音符号都不会碰到它们 音节呢就是他们的一种习惯 就是 看喜欢打在哪一个地方 那他们当初怎么定 我们不知道 可能是他们一种读音的习惯 都打在母音上面 都打在母音上面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这个中音是打在母音上面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注意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尾音节 譬如说 Muffetase Muffetase 你看到吗 在尾音节里面有这个阳音符号 对不对 那 假如这个 尾音节的阳音符号 后面 要跟着这个有中音的这个字 那这个阳音符呢 常常都会变成一音符 就是变成平音 因为呢 他这个字读完的时候呢 他要保留 就不要把它中音 这里有中音 就好像两个中音呢 就太过连在一起了 所以假如碰到 他跟着这个字 他有一个中音的 这个呢 他就隐藏起来 就不要那么多中音 譬如说 我们开个例子 我们可以放到我们的课文 譬如说21页好了 放到21页看看 你看到那个 horse 看到吗 thi orse thi orse 本来thi orse 是 是阳音符号的 thi orse thi orse 看到吗 它原来单读的字后 所以os 但是它连着false这个字 false它有一个一样音 所以 它就把 读的时候 你不要太多重音连在一起了 所以它就把这个隐藏起来 变成什么 你看到吗 就变成一个普通音 没有重音 就是一音 一音就是普通音 所以你就发现 hortheos false 中音翻译是false hortheos false 不是hortheos false 那就读得很辛苦 好像 一步一步太多重音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 所以你发现 在你们 上礼拜的作业 你看到吗 one number one 看到吗 也是一样 hortheos philos 那个philos 也是变成一音 看到吗 也是这样 就是因为它后面 跟了一个重音的字 所以我们要 理论上要知道 为什么 明明是阳音符的 怎么变成一音符 变成一个平常音 没有重音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 对 第三个 你所说的 音音 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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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是有个重音 但是它不是放在 吃音节 但是也是影响到它 Sophia 有重音 后面有重音 都会影响到它 后面讲到 但只要是有 有重音 像它有重音 对 周又把它变成平常音 另外 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一阳音 是非诚事宣言 调歌 说明 abe 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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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一阳音只能放在尾音节或者次音节 不能放在前音节 一定是要放在后面的两个音节 所以这个字 这个dulos就是奴仆的意思 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他原文是用dulos slave还不是供人 是完全没有自己的belonging的 这样的一个dulos 所以你发现读起来的音 不是dulos 是dulos 是一阳音是高低的 dulos 要duron 礼物duron 另外 注意no.5 18页 下面的no.5 阳音符号 一阳符号 都要附在七十符号之后 表示什么 表示 有七十符号 这些有七号要在前面 或是五七号 所以七号在前 阳音符号 一阴符号在后 假如在同一个母音上面的时候 是要这样来分 有时候是 有时候是 我们上礼拜提到 就在我们的课本的十七页 所谓七号呢 就是打在这个 母音或双母音 在上面 通常是在字头 一个字的开始的时候 所以 上礼拜不是 举了一个例子吗 Hupe 大家这里 Hupe Yethon RIMA 你看到吗 RIMA 我们常常讲的 RIMA 都是打在字头 一个字的第一个字 第1个字母 不管它母音或者子音 这个读法都加了H 在前面 所以不是RIMA 是RIMA 我们常常说神的Vema 其实讲的不是很准 其实有H的音在前面 Vema 应该是Vema 往这边达就是有气号加H的子音 往这边达就是一个sign 没有影响它的发音 叫无气号 不需要加H的这种Breathing上去 那那个阳音 对 那个北京语的后面那个字 前面有个气号变音吗 不影响 气号但是不影响它 从阳音变音音 不影响 只有中音 accent 我们现在翻到我们的课本 我们翻到17课 好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唯音节 次音节 前音节 阳音符号 一 养音符号 这个 Briefing 7号 对 神就是零 但是他的顺序在文化上把零放前面 对 Good question 有什么 很好的问题 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其实是一样的用法 就是他的秩序可以放前放后的 当他放前的时候就表示emphasis 强调神不是物质 是个零 就强调他是零 那假如他把theos放在前面呢 他就强调神这个concept 好 十七课 好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句子 在约翰义书第一章第九节 神是信实的 好 我们来读 Hotheos Pistos Pistos 就是Faithful Truthful 信实 Pistos 那Pistos 这个字 它先是形容词 这个信心 也是从这个字根 变来的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单字 Agathos 好 我们搭上一点 Agathos 所以你看那个阳音符号放在哪里 最后面这个叫什么 尾音节 Agathos 中音在后面 Agathos Good 那下面一个字 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有七号 有七号在前 阳音符号在后 看到吗 它假如放在一起的时候 是这种的format 怎么读啊 怎么读啊 Good 有H的音哦 Hagathos 本来是 本来是 Archios 但是它是有七号变成 哈 本来是A的发音 对 R 加了H 变成哈 Hagathos 所以这个有七号 Hagathos 所以这个有七号 就是Holy 这意思 这个字在新学圣经常常会用到圣的 Hagathos 对了 Hagathos Hagathos 所以中音在前面 Hagat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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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tos 所以我们读Hagathos 基本上 theos这个字 我们没有任何的中音在里面 就是平常的 两个发音都一样 theos 没有theos 没有 因为要配合后面 pistos 他只要因为后面那个 pistos 对 他就把它变成平常音音 所以读的时候 Horthy of Pistols 我们继续下去 Alythes 真实的 以前没有发明飞机之前 觉得飞是不可能的 这个白师兄弟 他们发明飞机 那你就觉得 是真实的 可能的 要飞了 要想一些association Alythes 就是真实的 飞是可能的 是真实的 然后右边的column 中音在前面 在前音节 这个字跟 是同一个字根 所以常常讲到 称义 就是用这个义 这个字根 Dikaios Curios 所以中音也是在这个 什么 在前音节 1 2 3 从后面数上来 看到吗 所以在前音节 Curios 洋音 Curios 就是主 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 就是这个字的Curios 然后下面一个字 Cu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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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字很长 其实只有两个音节 中音它发在尾音节 Cu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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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字 你发现 英文 很多人用 Greis 来做英文字 就是从这个字变来的 Christos 你看 Curios Curios 这个是 可以翻成 G-R-A Cu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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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问题是 对 它现在不影响 因为它是单独字 现在是单独字 所以它在杨音节 放在后面 Christos 这个就是唯音节 就是唯音 对 不需要 母音 一个字怎么打 有 A A 就是母音 对 没有 没有 这个字有两个音节 Christos 看到吗 Christos 两个音节 是按母音来什么 是按母音来什么 母音跟子音拼起来才是这个音节 所以 你看这个字很明显是 所以是一个音节 Christos 两个音节 它应该只是爱使用 不是爱使用 有母音 有母音 一定有母音 这个A 就是母音 OK 所以我们要 不要忘了 你是母音 OK OK 好 那么 我们再来读一遍 这些单词 从最左边 Agathos Hagios Alethese 记住那个飞的音 飞要飞起来就是真实的 飞不是不可能的 Dekios Curios Christos 就是记住Grace那个音 Christos 就是Grace Christos 好 那我们就翻到十八课 那我们先读这个句子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 我就是门 耶稣说我就是门 所以我还记得吗 Ego Ami He Thura Thura Thura就是门 我就是门 I am the door 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之门 进入救恩的 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 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门 可因他得救 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 我就是门 那单字很简单的 第一个字 我常常用到的 anthropos 中音在前面 anthropos 有几个音节啊 一 二 三 anthropos 所以这个字就是我们常常在英文 anthropology 常常用到这个字 anthropology 人类学就是从这个字 anthropos 人 anthropos 然后下面 和 eschatos eschatos 那eschatos这个字就是我们英文 eschatology 末世论 所用的一个字 eschatology eschatology 你看看他这个希腊文 eschatos eschatos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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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k 用c来翻 eschatos 看到吗 escha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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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hatology eschatology 然后右边 neutral taste 他把中音放在后面 neutral taste neutral taste neutral taste就是这个 redeemer 英文可以翻到redeemer 救赎者 redeemer 那这个字的字根就是neutron neutron 那假如你翻到马太福音20章28节 耶稣说我来要做多人的赎价 就是ransom这个字就是neutron 英文翻到ransom the price for the redemption 跟这个redeemer是关联的 如果成为一个redeemer呢 他要pay the ransom pay这个neutron 跟这个neutron taste redeemer是关联的 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主 他本身就成为这个ransom 不是一个外面的东西做一个ransom 做一个暑假 来自他本身的生命成为暑假 ransom 然后下面一个字 protos protos 那同样英文我们常常也碰到了 比如说prototype 那个最原始的模型 prototype 就是首先的protos 耶稣说他是首先的alpha 就是protos 就是protos 好有没有问题 十八课 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回去把十七课跟十八课的单字把它背起来啊 那下礼拜呢我们会考试一下就考这个二十一课二十二跟二十三页就是十六十七十八课三课的单字 那我dictation 那我dictation 比如说我就读philos 那你就写了啊 我们小学的时候不是要默写吗 我们来默写一下希腊词 所以这个礼拜回去好好把这十几个希腊词把它读一读 十六十七十八 Basselius Numa Sophia Philos 把这些都是很很基本的单字把它背一背 那另外这个礼拜的作业就把十七课下面的翻译一到五 那你要写这个句子不写都可以 你要操练一下希腊词怎么写你就写一下句子 你没有空你就不用写 但是建议你们写一下这个这个sentence 希腊的三人你就将来笔顺啊 就会比较记得应该怎么写 所以就做十七课的翻译one to five 十八课的翻译都很简单的翻译 千叶的翻译都很简单的一到五 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读一下十七课下面的这些翻译句子 读一读大概比较有观念 好我们一同来读 Hothios Alethes Estim 哇 very obvious 那个翻译马上都出来了 No.2 Hothios Adhikaios Estim Hothios Hagios Estim Hothios Estim Agathos 要Kratos Hor Curious 好 然后斯帕克 Ego Ame Hor Curious 好 答声一点 Ego Ame Hor Curious Ego Ame Hor Neutrotase Ego Anthropos Ame Anthropos Ame Ego Hagios Ego Hor Protos Kai Hor Eschatos 好 那么就其他 就是把母音 有些母音还不太认得 就是还是要回去复习一下 这个第七课的母音 AEU et o 确定都知道怎么读 好 我们再来读一遍这首母音 好不好 A E U E O 短母音 长母音就是 A长一点 E U A O 那个A就是Ata 那双母音 不要忘掉 双母音 I A O A U U O I V U V Very good 好 那我们就可以起飞了 希腊文 不怕了 阿雷菲斯 站在那回头